军统最美的三大女特舞,个个被代理玩弄,一人惨死,两人安详晚年。 大家好,欢迎您关注繁华五千年,世界太拥挤,心里太空虚,城市的喧闹,始终不属于自己,想到你,心里就会充实。 愿订阅年书的朋友幸福平安,快乐每一天。 新来的宝贝们,没点关注的,请点下关注,点关注,不迷路,喜欢的请给年书双击订阅哦。 感谢了,跟着年书看历史,带你看看你可能不知道的那些历史故事,欢迎点赞,关注,评论。 民国代理创办的军统特务组织,可谓是叱咤风云,一手遮天,杀害和迫害了很多正义之势, 比如我党和中国民主党派人士,残害中国百姓的日本人和汉奸,军统特务组织曾经人数最多达到十万余人,可谓势力强大。 在这些特工中,都是身手不凡,没人精明,但最令印象深刻,就是三大美女特务。 这三大美女特务,都是一流的角色美女,特务间谍情报工作一流,国色天香,令男人非常心动。 代理本人也非常好色,把军统中最美的三大女特务都抱上了床,但结果这三大女特务各个被代理玩弄。 一人惨死,两人安详晚年。本文提及与代理有关系的,最美的三大女特务,分别为余淑恒,向雨昕,陈华。 在这最美的三大女特务中,代理第一位情人,也是最聪明的,学霸类型的特务,就是余淑恒。 余淑恒出身于名门望族,列于当时国民党著名的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,是货真价实的美女学霸,也是全校文明的高材生与校花。 当上军统老大的代理,处处模仿蒋介石,找女人也是一样,代理看到蒋介石夫人宋美玲的高贵优雅,大方秀丽。 熟悉西方文化,自然也找一个如宋美玲一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女人。 当代理陪着蒋介石在中央政治大学寻学的时候,看到校花余淑恒,觉得她有名门望族的高贵典雅,也有独立女性的热情奔放,非常令代理着迷,认为她是宋美玲第二, 于是就招纳她为自己的秘书。担任秘书的余淑恒,知道代理招纳自己的目的,就是想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小秘。 当时,她与表哥也有婚约,由于代理的恒差一刀,也不得不把这一段婚约中断。 虽然于书恒对表哥都是恋恋不舍,代理也是看不惯心爱的女人为爱人的离去,欲以寡欢,于是,对于书恒都是关怀至辈,甚至把于书恒的父母都接送到重庆,准备好的住房与代理,以便于书恒经常能见父母。 虽书恒也不是一般女子,她知道代理看上自己,也只能伪身于她,于是,很快就调整过来,以自己的风情万种讨好代理开心,主动投入代理的怀抱之中。 但是,虽书恒也知道代理的风流多情,对自己爱情的山盟海誓都是空谈,于是,虽书恒对代理一方面百昧娇羞,另一方面也有自己计划打算。 她先是娇羞撒娇,仰着代理送自己到美国留学,刚开始代理也是死活不肯放手,但于书恒都是蛮缠,直到后来,代理寻找到年轻漂亮的女子,决定还是放于书恒到美国留学。 可是,于书恒在美国新旧严了,主动与一个美国军官搞上关系,并且再没有回国,一直在国外安度晚年。 代理虽然心狠手骂,但得知自己的女人嫁给别的男人时候,自然怒不可遏。 但是,于书恒远在美国,她也没办法,再加上代理的美娇娘也勾住了她的魂魄,自然让放虎归山。 最终,代理在于书恒上算是陪了夫人又折兵,于书恒就这样,成为唯一能玩弄代理的心机女人。 能让代理抛弃旧爱于书恒的美媚女人,就是向影心。 向影心,陕西西安人,父亲是西安郊外有名的大夫。 家境因时,向影心生活在富裕的大家庭中,小小年纪就是当地有名的大美女,爱慕者很多,她完全可以选择门当户对的人家嫁了,平平淡淡过一生。 但是,向影心不是那一种喜欢过小日子的人,她骨子不安分,想到外面的精彩世界看看,于是,18岁时候的她。 有很多爱慕者与追求者,但她想找一个强大的靠山,于是看中西北军团长胡一发的势力,想着这个糟老头子的势力,结交上流社会有钱有势力的人,于是接受了胡一发的爱慕与追求。 这样,向影心在婚后成为胡一发的三姨太,跟胡一发一起去上海,在陪伴胡一发的几次社交晚宴中,上流社会的人都知道,胡一发这个老太的大老粗,身边竟然有这么一位年轻漂亮的姨太太,自然也是垂涎不已。 之后,戴笠也是注意向影心的美貌与交集能力。 于是借此机会接近向影心,向影心也看中了戴笠的权势,两人一拍结合,很快就撕混在一起,胡一发看到向影心出轨,以及给自己戴笠帽子,虽然愤怒不已,但看到对方又是有权力和心狠手辣的戴笠,只能自吞苦果,寻找理由向影心离婚了。 戴笠把向影心收归军统组之礼,一来可以慢慢享用,二是可以凭借她的能力去做特务工作,这样,向影心就有了一个绰号,裙带化。 戴笠也培养向影心加入军统,做特务工作,如勾引陈立夫与陈果夫兄弟俩。 嫁给大汉奸,纪东坊共自治政府的主席殷汝庚做姨太太,前夫三年只为下毒刺杀,虽然最终向影心刺杀殷汝庚失败,但美丽柔弱的她, 面对严刑拷打,坚定自己是被冤枉的,最终在被关押两个月后,被戴笠找人救出,这勇气非常可嘉。 虽然刺杀殷如更失败,向影心的裙带花名气由此大振,戴笠由此非常器重向影心,不仅给了很多赏赐,也把她嫁给自己的机要秘书,毛仁凤,在抗战时候,军统人员是严禁结婚,算是破例,但很多野人知道。 戴笠这么做,也是在毛仁凤身边安排自己的眼线。 毛仁凤也知道戴笠的真实想法,但她知道自己没有对抗戴笠的资本,只能选择人,但没有爱情的婚姻式坟墓,向影心嫁给了毛仁凤,一口气为毛仁凤生下了八个孩子。 但毛仁凤却不喜欢向影心,当戴笠一死,向影心就失去了靠山,毛仁凤立即采取行动,把在医院患上感冒的向影心,送到山东一家封闭的精神病院,必须进行封闭性的疗养。 在那一家精神病院,向影心伤心至极,非常愤怒,整天呐喊。 人都变成半疯子,却没有人对她进行施救,然后,向影心在精神病院度过了痛苦的两年生活,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候,才能营救出来。 虽然向影心指导丈夫毛仁凤对自己的不仁,她却没有对毛仁凤不义,在毛仁凤患重病之后,向影心一直为她治理疾病,办理丧事,也算是禁够了妻子的义务。 戴笠宠爱的三个美女特务中,一个玩弄了戴笠,一个被戴笠当工具,唯独第三个美女,令戴笠信任有加,那就是君同女特务陈华。 陈华是戴笠最宠爱的情妇之一。 她曾经这么说过,我的天下,有一半是化妹替我打出来的,可以看到陈华在戴笠中位置是非常重要的,陈华一生都在缅怀着戴笠对自己的爱情,直到八十多岁时候,也出版一本回忆录,记载自己与戴笠一生的故事。 陈华出身卑微,早年沦落为青楼院,一直到十六年,被国民党军官杨虎看重,并且娶为妾,借助着杨虎的关系。 陈华认识更多国民党高官,获得更多的名语力。 好在1932年,陈华在一次社交晚宴时候,认识君统头目戴笠,戴笠一看到陈华的美貌与交际才能。 觉得是做特务的好人选,于是就招纳为君统局特务。 陈华也看到戴笠的前途不可估量,于是也愿意离开丈夫杨虎,投奔戴笠,成为与戴笠陪陪伴世间最久的情人。 陈华不仅娇艳妩媚,也擅长人际关系,长袖善武,聪明激警。 由于他的交际能力,为戴笠拉了不少女特工,为戴笠的军统工作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陈华的美貌令戴笠也是垂涎三尺,对他也是展开疯狂追求。 陈华本来看不上戴笠,戴笠却讲述两人不幸的出身,这样一点点攻破陈华的芳心,最后两人成为了地下情人。 有了他上之欢,之后,陈华在戴笠的培训下,从事情报间谍工作,获取各种情报信息,立下大功劳。 就连戴笠自己本人也说,自己军统天下,有一半是陈华帮自己打下的。 所以,戴笠一直把陈华当作自己交心的女人,戴笠与陈华更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,也是有感情基础。 在戴笠坠机去世之后,陈华由于失去了心上人,非常伤心,也厌倦了特务生涯,就移居到香港生活,在那里开了一家理发店度过余生,与台湾也没什么联系,后来陈华也写了一本自传。 关于他与戴笠的,解释戴笠坠机遇难的原因,对此,大家觉得怎么样的呢?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王叔讨论吧。 好了,本期故事就讲到这里,喜欢就点个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 为了您更好的阅读互动体验,为了您及时看到更多内容,点个关注,我们将每天为您更新精彩故事,分享不一样的故事瞬间。 最后的最后,亲戚朋友们,别忘了双击加关注,爱你们哦。